野生动物正告急 野生动物正告急 犬猫有加不犹大 犬猫有加不犹大 热血的高喊着口号 为动物发声 2023为野生动物而奏游行 在10月29日展开 近4000位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前 手拿活动旗帜 甚至装扮成不同动物 希望能让更多人 关注游荡犬猫对社会的危害 因为犹荡犬猫而造成了 一个野生动物伤亡的案例 这10年成长了三倍 如果我们不赶快去做些什么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 不可能的一些伤害 所以我们才会以 野生动物正告急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主筹的方向 根据统计 野生动物遭犬猫攻击的案件 从2013年的20件 到2023年共有62件 而目前针对游荡犬猫的管理 是采TNR政策来进行 TNR政策包含 捕捉 劫渣 放回三个步骤 希望借此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 不过 除了现有的政策外 民众未使流浪动物的现象 也不该被忽视 大家不知道是TNR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苛的标准需要达到 包括一定的节眨率 然后现在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达标 独当权的管理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在于源头的部分 那我们在讲一些 比如说什么TNR 安乐死 收容 任养 那些都是后端的处理 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 喂食的问题 因为太多人去喂它 那大量的食物就会让这个地方的狗的密度 远超过原本可以有的状况 对野生动物处境的担忧 催生了这次的活动 活动当天 主办单位邀请八位专家进行演讲 并举办静态展 展览内容包括野生动物所面临的困境 和相关保育观念 让民众能对此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那个游行中的展览很好 就是真的 真的是游荡犬只 就是他们不该游荡在街上 我可能带团圆上山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有其他登山客 他们会带狗一起上山 所以那个狗它都不会牺牲 那边的动物 他们可能平常没有看到狗 那狗的攻击性如果比较强的话 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 就是漆地上面的冲突 如何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除了政府应针对游荡犬猫的数量进行控管外 也需要加强民众的生态保护观念 期待在未来 野生动物能不再受游荡犬猫的伤害 在自己的七地安心快乐的生活 记者陈乐宜、赖印凡、红结印综合报导